今天Riley的學校有活動 聖誕節的活動 所以家長可以去 然後早上我先把他送去學校之後 等一下九點就可以進去 不知道 可能也就跟他們玩遊戲之類的 然後今天的dress code就是聖誕節 其實Riley的服裝 我就給他隨便套了一個粉紅色上衣加 綠色的褲子 覺得好像沒有太搭 然後我自己後來我是發現我有這條圍巾 就還蠻符合聖誕節的氣氛 今天是我的dress code 要配一個紅色底的衣服 等一下就要去學校了 看看等一下會跟Riley玩什麼 好 掌聲鼓勵 2023年民間活小製作聖誕節 新鮮活動活動開始 好醜 那不是我們 可惡 他沒有來喔 他沒有來喔 是不是我們 是不是我們 呃 呃 呃 啊人類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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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一名女子啊 不知道是因為我在場還是她本來就很不配合 我不知道在學校平常表現的到底怎麼樣 反正她就是一直苦惱 一直說要下課 要離開 要去吃東西 肚子很餓 反正就毛一堆 但我相信 因為之前疫情好像已經很久沒有舉辦 像這樣子 就是校內很大的活動 所以我覺得 呃 老師應該還是覺得這樣的活動蠻有意義的 你覺得好玩嗎今天 坐好啊 OK 然後因為剛剛老師他們就是有發餅乾 然後他就說他要坐在路邊吃餅乾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等他吃完餅乾就要回家了 今天真的超級冷欸 我穿這樣還是覺得我裡面有穿兩件 還是冷 我的手快凍僵了 等一下趕快回家 嗨大家 我們現在回到台北家 因為這幾天我阿姨從美國回來 然後我們就大家又是集體住在台北 所以接下來這幾天就是 反正會在台北行動 但今天真的非常的冷 所以我們回到台北 剛剛就是簡單買個東西之後 又多回家必寒 實在是太冷了 等一下晚上要吃火鍋 非常的期待 然後這兩隻阿 就是無止境的一直在吃欸 二寶已經吃超多了 然後剛剛又說要吃麵包 然後塞超大口 然後姊姊剛剛是去便利商店買了那個 很像Cereal的東西 就是天那麼冷 天那麼冷 他竟然還要就是吃Cereal ok吃Cereal配牛奶 ok很棒喔 那等一下晚餐吃得下嗎 Oh my god 我這個 會飽在幹嘛 就會飽吃 接了一個助詞 是那個體育推手獎 就頒獎年禮前的一個訪問這樣 然後我現在很怕迷路 趕快去找那個地方了 wwwww 等那個地方 手會放得更多 就是在家前一步 這給我寶寶 我就是會把我的手錶抖 我又想這樣 我給我一個忙碌 跟我去店主 屏東 就在我的手錶 然後幫你幸好 我們要把手錶亂 我剛剛應該問副總說他喜歡什麼運動 你猜副總是喜歡什麼運動 看起來像高爾夫嗎 我也覺得耶 有沒有猜中 等一下再去問一下 好 等一下 我們就有點泄題了 等一下看看下一位來賓 我們就問問他特別喜歡什麼運動 好 你要歡迎誰呢 是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蔡淑惠副總經理 歡迎蔡副總好 喔 有吉祥物 哇塞 太可愛了吧 Give me five 而且你今天這個裝扮很溫暖耶 他要給你Give me five 喔 要給我Give me five Sorry sorry 他真的覺得你很溫暖 好 我真的快要被冷死了 還好剛剛在主持的時候喉嚨沒問題 可是有小破音 但我跟你講我一出來之後狂咳咧 咳到一個不行 我覺得幸好就是出來才咳 好啦算是勝利了 那你就多喝一點喔 你不是在喝烏梅枝嗎 不錯喔 很小心拿喔 那你小的誰幫你喝 我嗎 啊你現在在那邊 對 這幾天都住台北 對啊 所以要去找他們都很方便 對啊 我會去啊 我會去啊 這很酸的耶 你有加蘋果 你在吃巧克力嗎 對 巧克力 你要為他吃 剛才碰到一度加 然後為他吃 怎麼辦 我不在擔心啊 我現在讓你的笑容在我們上 你還沒辦法夾什麼 三 二 一 眼睛睜開 眼睛睜開啊 眼睛睜開啊 打開啊 哈囉 喔喔 好 拿走了 那打走了 不打開我們拿走了 欸 你不看禮物喔 快點 你來看你前面兩個禮物是什麼 等等 打開禮物 這是白兵的 煮飯的 那個是煮飯的嗎 你自己去看清楚那個是什麼 煮飯的 是不是用黏土做的 是 是不是你最想要的 哇 黏土 哇 你是用黏土做的漢堡耶 這個做漢堡 然後這是婆婆送你的 哇 婆婆送你的 她兔兔包 baby兔兔兔 然後可以 喔 還有那個 還有奶瓶 還有奶瓶 Oh my God 姊姊有沒有喜歡 好 打開 OK 迫不及待馬上玩起來 這個是我買的禮物 就是黏土可以做成漢堡 其實這個東西 我原本是要在他生日的時候送他 然後我買了另外一個禮物 但是因為他實在是太想要黏土了 我就一直講一直講 我就想說好吧 不然這個就先送當成聖誕禮物送他 然後另外一個禮物就當成他的生日禮物 好 安媽姊姊 這樣好 我 我現在看起來超級無敵狼狽 我們家真的超慘耶 我是在吃完火鍋的那一天 就是隔天 其實就是昨天 起來之後超級不舒服的 就是很想吐 然後又覺得消化不良 反正就還去看了醫生 疑似就是得了什麼 病毒性的腸胃炎 她要吐什麼 你等一下自己看啊 然後姊妹倆是拉肚子 我是沒有拉肚子 我就是想吐跟覺得消化不良 然後明天應該會帶我們去看醫生 因為拉肚子的狀況有一點 就是頻率變得比較高 對 希望我們都沒事 就是吃完藥之後就會變好 好 然後一樣是放在這 一樣要把這個圓的地方把它填滿對不對 對 你把它壓平 如果太多了你可以拿一點起來 你可以先對 弄一點點不夠了我們再加上去 不夠 好 那你先壓平 來你看對 壓平 好 你再加 然後你就是盡量要這樣 你看 中間把它捏緊 然後讓它是這個形狀這樣子弄好好的 嗯 好 那多的你可以放這邊 我覺得可以再 這太多了來 再多一點點 還沒還沒 你看這邊沒有壓好啊 這個形狀要用好 我先幫你把形狀弄好 你等一下再壓 好 請壓 好 蓋起來 對 用力壓一下它 然後把它拿起來 好 拿起來之後呢 我們要想辦法把它拿起來對不對 好 我幫你把這個這樣子 哇 那它翻過來就會是那個形狀對不對 你看像不像那個 欸 這個應該是麵包沒錯吧 橘色 對啊 麵包的形狀 本來我希望洗澡完出來之後 可以看到像這樣子完美的漢堡 只有果然是不能有太大的期望 這名孩子說他就是喜歡把顏色弄在一起 好啦 算你有創意 OK 非常的繽紛 希望這個玩具你可以 玩久一點 然後培養你的耐心 好嗎 好 嗨 大家 我之前不是有說 就這幾天我阿姨從美國回來 然後我們本來在台北走票嗎 那今天禮拜一 Riley要上學 我自己也要上班 所以昨天我們就回林口住 二寶就跟阿嬤住在台北 所以昨天晚上就是難得的 我跟姐 就算一打一這樣子 然後睡得還挺好的 然後我剛剛一起來之後 我就立刻問我媽 就是欸 昨天二寶還好嗎 結果好像也還OK 就覺得還不錯喔 然後早上把Riley送去上學之後 我現在準備要去錄音 就是 部星廣播電台的人邀請我去分享 什麼體育主播的一些 什麼 行路歷程之類的吧 大概就是這樣 對 應該想說 記錄一下 對 難得被邀請去採訪 應該會蠻有趣的 我們2024年開課第一集 就有這個非常資深 然後非常有人的一個 來這邊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我們先歡迎艾爾達齊莉凱的主播 歡迎欣瑜主播 我們節目後的主播好 Kendy你好 大家好 我是欣瑜 哇 爸爸 你去看 我們去接婆婆 好像外星人 我們去接婆婆 我們去接婆婆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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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芸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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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 prize 芸姐 芸姐 好可愛喔 嗨大家 今天其实录完那个广播节目之后 我就去上班了 今天上的是新闻班 我只能说新闻班永远不会让人失望 因为光是电脑当机啊 心灭挖沟一大堆的 就可以让你气个半天 反正就是一个蛮不顺的工作日 然后下班之后我先回到台北家 因为两个小孩子都在那边嘛 然后本来想说带黑黎的礼物去给她猜 今天就是圣诞节 结果呢 结果就是看到她的礼物之后 然后可能就很不爽 觉得就是焦点都在妹妹身上 她在那边一直给我狂闹 然后刚刚我们从台北要回林口的路上 除了塞车之外 两小就是一直闹一直哭 所以我只能说 今天真的是一个蛮不顺的一天 然后包括现在在看iPad 在那边吵架 好吧 我只能说 虽然是一个很不顺的一天 但是我们还是要用正向的心情 去面对一切 明天我本来要上班 但我改休假了 但我真的不知道 这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因为 就是因为休假的关系 所以我把二宝又接回来了 对 所以今天又是一个一打二的状况 好 那虽然说抱怨了有一点多 但是 正向正向再正向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希望大家 圣诞节快乐 虽然可能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圣诞节早就过了 OK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